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他說 圖石器的探測棒因為受到樣品Y的微小振動影響 也產生了上下微小振動 以O為原心 他說如果讓這個反射鏡 它振動旋轉的角度為θ的時候 反射光它旋轉的這個振動角α是哪一個 這個有些同學學過高三的物理 就會學到這個東西 甚至有些同學國中就有看過 叫做光槓桿原理 什麼叫光槓桿 就是放大 來 槓桿就是放大 聽到槓桿就是放大 它是拿來放大角度用的 如果沒有聽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反射鏡 我用特例講給你看 如果這個是入射光 反射光 反射光也會在同一條線上 為什麼 因為我刻意讓這個 這個鏡子 這個入射線剛好通過法線 反射光剛剛好就會在這裡 反射光剛剛好就會在這裡 我現在讓這個反射鏡 讓它旋轉θ角 我讓這個反射鏡 我讓它旋轉θ角 如果它旋轉θ角 那麼它的法線也會跟著旋轉θ角 法線也會跟著旋轉θ角 為什麼 因為法線要跟這個 鏡子保持垂直 那剛剛這個入射線它通過法線 現在呢 這個鏡子旋轉θ 反這個法線也會跟著旋轉θ 那法線如果跟著旋轉θ的話 這個入射光它的方向是固定的 那入射角瞬間變成θ 那麼反射角也會是θ 所以後來的反射光它跑到這邊來的 反射光它 這邊是θ 反射角是θ 所以反射光原本在這 反射光後來在那 所以反射光整整旋轉了α 這個α就是2θ 這個α就是2θ 所以反射光旋轉2θ 來旋轉2θ的話 本題答案選b就可以了 ok好來這個清洗